大家好,又是政治大迷信的節目時間 去到五月頭了,應該錄一集的時候,剛剛是五月四號 當然,今年還有沒有人提五四精神呢? 又或者甚至是五四中神是不是科學民主 會不會變成另一個版本呢? 這件事並不是今天我們節目所說的 今天節目本身有一點特別的地方 因為都過了一段時間,都累積了一些支持這個節目的朋友 問了一些問題,可能是關於一些很技術性的東西 也都可能是關於一些比較潛線性的東西 所以今集節目最主要都是一個處理 或者甚至回應各位在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在這個節目下面的一個留言板留言 提及的一些題目 當然一些對於這個節目讚賞 對我讚賞的一些留言 除了是衷心感謝之外 我唯一可以報告大家的就是繼續做好這個節目 還有另一件事就是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節目對於認知 或者甚至對於理解未來是有幫助的話 也都歡迎大家把這個節目點贊 正評訂閱和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我都相信這個節目 看了差不多應該是超過半年的朋友 都對於這個節目 給到你們一些啟示 或者一些看法是一定幫助的 好了 那當然今天的節目同樣也是一個不能夠忽略的部分 但是還沒有去到解答各位朋友的一些問題之前 其實呢 如果大家還記得之前在曹宗那裡提過這個部分 當然因為製作的一個安排問題 我就把一些解說的部分 放回到今集這個環節 在用很短時間 跟大家去做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講解 當然在曹宗節目裡面 其實都已經很詳細講講 現在中共 其實你看到其實我是分了三個階段 或者三個升盤 第一個就是今年的5月1號 剛剛已經過了 然後就是明年的2月1號 和明年的5月1號 剛剛就是一年 那如果大家都理解到現在 中國因為清零政策而造成 對於經濟 對於這個民生 或者甚至對於整個中共政權 會出現了一個挺震撼的狀況呢 那這裏也不需要花時間 跟大家用一個視視頻的認識再講多一次了 但是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如果我們從一個 尖星或者甚至從一個星象的角度去看 原來現在 我們和講到關於恐怖 控制 毀滅死亡 轉化 重新有關的明王星 原來是和 中共1949年10月1號的那個 本命盤的月亮 其實已經是呈現了一個合相 換句話來說 和一些人民 糧食 生育 生存 和安全感 有關於課題 正正進入了恐懼控制 毀滅死亡 那當然會不會轉化 或者重新 就真是看它自己的一個做法 那所以現在這個局面 大家都不需要想 會不會是會在未來 去到六七八月會換下去 那雖然我們會說 其實 冥王星會有疫症 可能 那個度數會回到二十六、二十七度 那可能 現在的情況 去到未來 或應該是下半年度 應該是 有一個 似乎是一個改善 或者甚至可能有一個 輸完的情況 但是我們再看回 明年2月1號的星盤 你會見到 其實當冥王星的疫症 結束了之後 就回到二十八度 那同時間 亦都是跟月亮 開始一個合相 或者甚至我們會說 其實 中共本命盤的月亮 其實也是貼近了這個上升的位置 即是你看到 水平座一度的位置 好了 那當然 你會見到 其實 那個進展 你會見到 其實 其實 冥王星基本上 去到 約末 明年的五月1號 即是差不多 明年 即是差不多 第二季開始 已經是轉星座了 那你會見到 冥王星 是由山羊座 轉去水平座 我們會說 特別是一些外行星 轉星座 可以說是 視為一個新時代 或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因為這些行星 正正它停留在 單一個星座 特別是冥王星 停留的時間 是非常之久 所以冥王星轉星座 可以說是 對於 不單只是個人 如果你看回自己的星盤 甚至是對於國家 對於全球 都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那所以 總括來說 就是在曹宗節目裡面 我已經都說到 其實這個 月明合相 對於中共的影響 那你都見到一些 相關的關鍵詞 其實給了大家一些戰索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透過這個尖星的角度 去理解中共未來的 差不多一年的變化呢? 究竟這個變化 對中國 對香港 或者看這個節目 在香港的朋友 會有什麼想法呢? 如果大致上 你看完這個政治大明算半年 對於我在這個節目裡面的 或者一些詮釋 或者一些預測 都已經有一些感應的話 面對一個這麼大的變化 你有沒有好好想一想 你自己會做一些什麼準備 去到迎變、迎接 或者甚至去面對這個 差不多是超乎我們人生 我們認知想像的一個變化呢? 無論這個變化 為你作出什麼決定都好 更加重要的是 就是作為一個政權 面對這個變化 究竟它會越變越好呢? 還是會越變越差呢? 如果越變越差的話 你想一想 對於中國、香港、東亞 或者甚至全球 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大家的影響 是不是超乎我們想像呢? 如果我們會說 俄羅斯現在的命運 就好似中共未來命運的話 似乎過往那幾集 講到關於俄烏戰爭 或者講到普京侵略烏爾蘭的 這個系列 很可能給大家 對於現在 或者未來 中共可能出現的狀況 是給到一些線索 或者給到一些提示給大家 當然在一個認知層面裏 當然你可以說 我已經有準備了 或者甚至大概知道什麼事 但如果特別是身在香港的朋友 或者甚至在中國 國內看著這個節目的朋友 知道這個變化的時候 你又會怎樣做? 可能保住自己的命 或者保住自己的家人的命 這個說法絕對不誇張 如果你看回現在 上海或者整個中國 不同城市封城的情況 其實差不多等於一個被人去囚禁 或者透過一種控制 或者是試圖將人 或是試圖將生命的價值 是按到最低的 你見到什麼情況? 是不是坐在這裡等死呢? 你看回歷代中國的歷史 特別是一些王子的末年 人的命運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就是等死 第二個選擇就是反抬 那在這裡 大家會選擇什麼選擇呢? 就交給大家決定了 去到你問我答的環節 今次我們抽了六條 或者差不多六條的一個題目 我想這六個題目 本身第一 都是一個很值得去討論 或者是透過這些題目 去到理解整個 透過占星 或者透過星盆人解讀 去理解一些大家關心的事 我們先看看 第一個 好了 這一個叫做英康的一個觀眾 可能他居住在英國 我不知道 但我看這個題目 其實都可能跟英國有關 他就會問 黃博士你好 請問你可否探測一下 英國未來的國運 或者發展機會 因為見到不少原學家 對英國的經濟發展前景不樂觀 尤其是對脫歐過程不順利 雖然英國兩個世紀前大領工業發展 許二戰後成為第二大國際金融中心 但經濟正在太依賴倫敦金融業 其他曾經輝煌的城市 半世紀以來都沉浪於轉型的困境當中 比如剛發生糧船事件 P&O無理解僱 800名員工事件 掀起政府停止用公帑 補貼僱員後的營商問題 最怕只是開端 然後就會提到關於英國海外國民 或者拿著英國護照來到英國 中產、高學歷和專業組群 都可以過半退休生活 但年輕一代 你要面對競爭 希望有些時間多些提供參考 當然第一件事 我們講回英國未來的國運和發展機會 這也可能是一個比較附近的題目 那都不如我把它收窄一點 就可能看看接下來 約會是這兩年時間 如果我們去看英國未來的國運和發展機會 會是一個什麼情況 當然我想英康也提過 關於英國面對的經濟狀況 當然我想理解英國經濟的時候 其中一個面向當然是這個金融業 當然我們看到倫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金融中心 但其實除了金融業之外 其實英國也有很多不同 一些很專業的工業或產業 其實可能很多香港人未必會注意到 或者是忽視了 譬如以我曾經在港大的文化創業產業課程教過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用回 特別是西方國家 特別會用回英國作為例子 去到理解其實英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產業 就是文化創業產業 無論是你會看到在倫敦一些歌劇院 甚至是我們看回英國很多的一些 樂行曲或者樂行文化各方面的一個工作 或者一些經濟活動 都是構成英國經濟發展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當然也有譬如說慢慢都可能有一些電話工業等等 當然另一樣東西就是 其實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英國有部份的城市 某程度上都是被專門化成為某些經濟 或者甚至是一些產業活動的重要中心 即是沒有可能是說到飛機工業 或者甚至是造船工業等等 所以我們理解英國整個經濟發展的時候 當然我都不是研究英國經濟專家 亦都交給大家上網去找資料 或者甚至是參與一些相關網集 去理解整個英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狀況 但這裡也想分享一件 我想可能在香港我們讀書 或者成長過程中 我們會很追求一定要是很高的學歷 或者會相信只有高的學歷 才能夠有高的身水 或者高的人工 才能夠維持著一個 可能相對來說較為富裕的生活 但在英國 情況可能與香港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例如我們會說在英國做男嶺的人工 是分分鐘好過白嶺 而做男嶺來說 他的工作環境或環境 其實比香港相對而言更舒服 或者工作壓力也沒有那麼大 其實也是為了避免一個社會 因為可能是財富 或者甚至是學歷 而令到整個國家的人 他會覺得沒有書讀 或者讀不到書 好像是一輩子 不能夠改善生活 所以正正也都是 在英國來說 可能你做一個白嶺 或者甚至是男嶺 他們的工資不單止他的差距很小 甚至某程度上 某些男嶺工人工 是那個白嶺的一個現象 當然剛來到英國 或者對於英國經濟 或者整個社會 生態不熟悉的朋友 視乎在這一方面要下功夫 當然另一件事就是 因為其實在香港的社會 都很重視學歷 亦都很重視專業 因為從小到大 我們都相信 無論是高學歷 或者是專業 是成為了我們可以 找得較為高人工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但正如剛才我所說 在英國 其實我們說 找所謂高人工 很多時候可能會 從事一些和民生 或者日常生活有關的行業 可能你是拿這個地鐵 或者甚至你去倒垃圾 其實可能他們的工夫 其實畫下手 都是高過一個白嶺的 所以在這裡 其實大家對於工作 對於專業 對於學歷的想法 香港那一套 我想是時候 要按一個delete 是全部把它刪除去 因為香港的社會生態 和英國的社會生態 是一個很大的不同 好了 當然回到英剛想問的事情 究竟英國未來的國運動發展 會如何呢 如果我單用在2022年4月30號 這句也好看時刻 例如英國就是4月30號 可能在香港就是5月1號 我最主要看的盤 就是日偏食盤 Sunpriceful Escape 這個盤 因為我們會說 如果有看過政治大迷信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其實日食與食盤 帶來的影響 是短至半年至一年 甚至長度一至三年不等的 特別我們講到如果是日食盤 因為我們說日食 其實是初一也等於開始的意思 所以我們都相信 如果它是一個日食盤 它是作為一個開燈的話 它會維持的時間 都可能是超過一年 或者有一兩年的時間 如果我們看回這兩年 或者這兩三年時間 究竟英國 其實如果你問 究竟有什麼發展機會的話 其實你會看到 我勸了那個部分 可以作為大家 一個可以參考的方向 或者一個範圍 當然第一件事就是 就是因為正正冥黃星 和毀滅、重申 或者重建有關的能量 在一個和經濟有關的公位 也可以預期 特別是英國經濟 經歷了這個武漢肺炎之後 無論是在家工作 或者甚至更加是一個自動化 或者是一個人工智能模式 進行一個經濟活動生產 也很大程度上 令到英國的經濟發展 可能某程度上 無論是一個體制上面 因為你會見到 其實冥黃星是這個山羊座 亦是與體制、政策有關 這方面有一個很大的轉型 那麼轉型 可能很大程度上 是一種 是關乎這個經濟體系 甚至是經濟政策 各方面的一個很大的變化 當然你說那個變化 究竟會有什麼新的政策 會是推出、出台 各方面 這個可能不讓大家 在未來日子裡特別留意 無論是現界政權 或者如果你說 可能將來會有選舉 或者是重新選這個執政黨 那會不會在經濟方面 會有些新的看法 無論是跟國際經濟不同國家之間的合作 特別剛才英康也有提到 關於脫歐之後 究竟英國和歐洲經濟的關係 的定位會是怎樣 因為實際上在英國 大家都明白到 脫歐其實對英國的經濟 反而沒有帶來一個很大的得著 反而出現很多 譬如說 之前去年也出現了一些 勞工短缺的問題 又或者甚至是很多人才 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如果香港人離開了的話 也在某程度上 香港新的移民 來到也填補了一些空缺 好了 另一個勉強 當然你說看賺錢 我有幾個工位 也想特別留意 當然第一個就是大陸工 因為大陸工其實 也是跟日常生活 工作也有關的 因為你看到大陸工裡面 其實特別你會看到 太陽月亮 所以在大陸工 即是日編織的位置 然後旁邊也會看到 天王星 可以說是跟太陽月亮合相 因為一個是金融座十度 然後就是天王星 金融座十四度 所以很明顯 經濟方面的轉型 很多時跟科技有關 因為天王星代表科技 人工智能 甚至我們會說是一些 簡單到可能 手機裡面的軟件 甚至是一些 跟健康 跟公共醫療有關的 一個綿向 因為大陸工也跟健康有關 甚至我們說大陸工 也是跟工作有關 所以你會看到 在家工作模式 一定會依靠 即時的互動 開會軟件 又或者甚至會是 很多新的軟件 推陳出身 是為了方便在家工作而設的 亦都很符合在大陸工的能量 好了 除了大陸工給到一個很明顯的線索 可能是公共醫療 科技 健康之外 當然這些相關的工作 相關功能的工作 可能是集中在不同行業 特別在21世紀 未必是特別 某個行業是屬於公共醫療 可能公共醫療由服務提供 由技術支援 由公共衛生教育 甚至我們會說到 社區醫療等各方面 其實都是一個值得留意的問題 甚至我們會說到 公共醫療也是適合到一些 可能是 老人護理 因為你看到其實 很多國家都面對著一個 人口路化問題 也是適合到公共醫療 伸延或延伸出來的相關經濟或產業活動 所以這裏都給到大家一些很明顯很大的線索 就會說 究竟來到英國找了什麼工作呢 可能我剛才給你一些相關的解說或詮釋 都可能給大家一些啟示或答案 除此之外 你都會見到在第四工下 亦都有一些聲音 亦都可以大家去留意 你會見到就是特別在第四工裏 雙魚座有關 當然雙魚座亦是和藝術、創作、文藝亦有關的 因為第四工裏 亦都是和地產有關的 所以房地產 你都會見到其實這麼多香港人來 可能對於住的水流多了 對於住 無論是一些大的高樓大廈 或者是一些不同形式的獨立屋 那些貨物、貨物等 都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 所以可能有些朋友都會想 會不會過來做這個業務代理 亦都有可能大家可以考慮的地方 當然第四工裏都是涉及歷史 家族 甚至是家庭 所以和一些家庭、家族、歷史有關的 一些工作、工種或是行業 大家都可以參考的 可能是博物館 可能是藝術館 甚至會不會是幫助家族經營的管理 某一些相關的產業活動等等 甚至我們會說 會不會是做 譬如說 很多香港朋友覺得來到英國 最大不適應的地方 就是沒有菲律賓工人 沒有泰國工人 那會不會家庭用工 都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因素 那當然其實在英國 和香港的生態都不同 那如果你說是 是一個家庭用工 就不能夠用回香港的待遇 來請他們 那但是 如果你想到 就是從事一些和家庭有關的工作 那可能 譬如說家庭有關的工作 都很多 譬如說 維修一下家庭 或是 Venus 水雷修斷斷 就是一個很 sworndan 甚至是一個值得考慮的一個部分 那最後 就提到 第四절也是要和農業有關 因為又和地有關 防禮產可以是地 而且農業也是地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的興趣 是種蔡芯 一種這件的 Ginger 可以考慮農業都是能發展的部分 所以回答到了 英剛提過的題目 就是發展機會 和未來的國雲,似乎也會見到 如果你說是在這個日編成的本裏 其實最主要也會看回在第一章裏 原來是天傑作,亦是和轉化有關的 很明顯是英國也很大程度上 在經濟上也經歷了一個很大的震盪 但震盪之而不是代表所有經濟活動 是癱瘓或者是不做的 同時剛才提過的兩個大範疇 亦可以留意之餘 亦可以見到其實 如果作為一個高階的天傑或是一個命皇星 它能夠有一個對經濟體制、經濟發展 或經濟流向發展脫胎換骨的道路 或是一個方向的話 似乎以往行的一些冤枉路 或以往行的一些錯誤方向 亦可以透過這次演化 而得以有所調整 不知道能不能回答這個題目 好了 剛剛答了很多 所以現在就要這樣跳 好了 然後有另一個外國朋友 有阿里斯卡特斯 如果我沒有存在的話 最主要都是 我用回中文說 因為她是文字的英文 我受眾很多都是聽廣東話的 最主要是引用其中一個英國 一個挺著名的占星師 就是Jessica Enders 她最主要都是提到 和中國有關的一個狀況 和中國有關的狀況 其實剛剛在曹宗節目裡 都錄了一個相關的部分 在這個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都有一個很簡單的概略的解說 她就會說 中國是面對著一些危機 特別在2022年4月3日到4月8日 有一個大三角 她也指出一些危機的日子 將會迫引 因為這個火星 會是接近天獄 這個水平座22日3度 他們都說水平座 也是代表了共產主義 特別在4月5日和6日 4月5日和6日都過了 大家都可能大致上知道 4月5日和6日 其實都是和中國疫情有關的 一個很大的狀況 特別是你見到上下一個情況 當然也會提到 有關於經濟 特別是南北交 甚至今年的月食 亦都出現在這個金牛座 和天氣座 亦都跟資源和物資有關 所以也會看到 現在世界上 無論是通發膨脹 因為國務戰爭 亦都跟天氣座有關 亦都影響到糧食的供應糧食價格 通脹亦都跟金牛座有關 甚至也會提到 跟天王星有關 有革命 但亦都很強調 一件事 就是天王星除了革命之外 其實另一個更重要的意下 就是一個意外 或者一個極端變化 你會看到中國的防疫措施 它的天王星能量並不是革命 而是一個極端的變化 一些很極端的措施 然後也會看回民眾關於中國 也有提到恆大 也有提到2022年1月4日 也有提到這個分析 等等 好了 反而我比較有興趣 是看回 這個也是初一盤 你也會看到 是2022年4月1日 因為任何的解說 背後一定要貼近 即是一個對現實情況的傳遞 我們也會說 其實有一個將來 其實不是突然無中生有爆出來的 其實很大程度上 都是現在 現在出現的問題 再一步深化 再一步演變時候 出現的一個結果 或者是一個不斷演變 但不斷聚情的一個過程結果 過程結果的一個面向 或者一個狀況 如果簡單看回這個本 當然有兩件事 其實我們都已經說了 第一件事 剛才已經說到 就是因為正正 你會見到 在帝白宮 跟一個 跟一個 權力鬥爭 也是跟一個 黑暗面有關的 所以你也會見到 是進入了病毒 謊言 隱瞞得來 一個比較大的權力鬥爭 你會見到 能量是在帝白宮 甚至你會見到 一個白人座 亦跟暴力衝突有關 好了 而過程中 是非常直接 亦會帶來暴力的 好了 另一方面 你也會見到 在另一個圈座的部分 你會見到 就是這個 火星 和衝突有關 亦都貼近這個 下降點 你會見到 其實 基本上 面對著對方 或者是敵人 或者是一個 市民的時候 都會用一個 比較 暴力的方式去面對 除了是 當然你對付人民而已 但是同時間 亦都是對於 可能是 人民對於 整個政治體系 制度的信任 亦都會受到破壞 亦都同時間 破壞了這個 國家 和市民之間的 一個問題 你也會見到 就是 從敵人對方發生衝突 從而對體制和關係 帶來 衝擊 所以 就是 你說透過 4月1日 剛剛 我們叫做 農曆 新月盆 去理解 這個狀況 你也會見到 其實 似乎現在 中國 面對那個狀況 似乎 可能那個 嚴峻程度 是超乎 我們的想像 當然 我們在 英國 當然我們知道 我們的資訊比較多 但是如果你說在香港 它的資訊比較封閉 或者在香港 如果你說不是 如果你看這個主流媒體的話 可能出現狀況的時候 出現那個 認知衝擊面的 落差太大的話 可能更加會出現一個 不知所措的情況 這個也是絕對不犯了 好了 去到第三條 這個就是黎國民先生 comment like 最主要是一些好技術性問題 最主要的就是 講到關於時區的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 譬如我們訂回1949年 特別我講到 如果是訂中共 那個建國的時間 那是三點鐘 那是用回當時 那個計時的那個體制 然後再計三點鐘 第一件事 如果是真的很仔細 去看回 其實 我們會說 現在的中國 只有一個時區 就是加伯 跟香港 跟這個台灣一樣 但實際上 其實在1949年 就是中共建政之前 其實 在中華民國時期 會就著中國的 比較大的國境 它會分成五角時區 你看看右邊的圖 你會看到 如果你要先從最右手上數 最右手上數 最右手上的那個 就是長白地區 又叫東九區 那大致上等於 可能是南韓 或日本的時區 是快一個小時的 然後叫中原標準時間 東八區 現在我們在用那個時間 就是加伯 然後去到中國中部 你會看到 陝西、甘肅、四川 廣西這些地方 叫東七區 然後去到再西一點的地方 就是去到中國 未去到邊境位置的西邊 叫新藏區 就叫東六區 然後去到中國最西邊境的位置 差不多去到新疆西部 西藏西部的話 就去到東五區 實際上 第一 如果你用尖聲軟件 去到 標誌著官方有的時間 基本上 也沒有什麼地方 可以去挑戰 或甚至去質疑 這個時間對不對的 甚至如果你說 時區是平均數 經位數 絕對 那其實 意思是什麼呢 那這裡 除非你說我完全不看時間 但實際上 就算你說說到農曆 或者說到所謂 用回中國 時辰八字 也好 你都在選擇時間 那現在又來一件事 所以 第一件事 現在很多占星軟件 基本上已經有一個 比較整全的 不同時區 不同時間 或者就著國家 不同國家的位置 或者各方面的需要 都已經有一個很整整的技術 也都對於軟件操作 大家都應該 放心 為了應該有信心 因為也是一個專業軟件 第二件事 我們其實都會看回 這個盤 跟接下來的國家法 即命運 是否吻合 來驗證 究竟這個盤的真確性 或者可以採納性 的程度有多多 那所以 為什麼我們會說 其實三年中的盤 其實也是可信 也都在之前說到 關於中國國運的部分 已經說過了 有大家的興趣 為了看回政治大迷信 關於中國國運 第一集的解說 關於中國 特別說到 中共1920年和1949年 升盤的部分 好了 去到另一題 剛才提過黎先生 例如說到 你一個朋友 叫做 YCZ 其實我想他們的題目 也提到 其實 很多時候在明里 特別說到明里 其實好像我們 透過 無論是東洋 東方或西方 明里的發展 甚至是 現存有的方法 去推測明國 似乎我們好像有 兩套方法 第一套方法 是一個 我們叫占卜 例如西洋 就有探俠卜 第二套方法 就是一個 可能是整全一點的 或者是一個 立體性一點的 不論你說是 展微鬥羞 或者甚至是 我叫占星 那 我想最主要 都是透過 看回他們的 用家 問問問題的人 他們自己本身的 或者他們自己本身 想理解整件事 例如自身 或者甚至 如果你說是 世俗占星學 想理解 國家面對話 究竟是一個 事件性的 還是一個 法治性的 特別我們說到 占星 其實很少 可以說到 事件的 得失 成敗 因為實際上 我們說到占星的時候 很多時候 都會是 一個 一個比較立體性一點點 或者甚至是 一個 透過不同的 一個 公軌 面向去理解整件事件 但如果你說 單上那種占卜 其實是單問一個事件 可能是問一件事 即是 例如讀書 結婚 拍拖 雙子 或者甚至自身各方面 因為你問 題目本身的 那個形式不同 也是 能理解整件事 一個週期 例如說 問占卜的事 或塔雷的事 都是問一些短期的結果 可能是 三個月到半年 但如果是占星的話 可能我們都會集中 問一年 比較中長期的影響 好了 剛才我講到 占星最重要的是 講影響 無論是占星樓上 講到影響可能是正面 可能是負面 可能對婚姻好 但工作不好 對工作好 但可能對感情關係未必好 或對於自身健康未必好 但如果我們是占卜的話 最主要是看單一事件的結果 好還是不好 做不做這份工作 是不是結束感情等等 所以我想很多時候占卜來講 是透過一個占卜 呈現出來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有人叫掛像 或者呈現出來的那個 面向去幫我們決定結果 做或者不做 但如果占星的話 很多時候 希望更深入 去了解 整件事 或整個觀察 整個分析 背後的原因 所以第一件事 其實占卜和占星 沒有一個所謂的高下之分 這個我也想強調 因為實際上 有些人都希望 很快很快得出一個結果 等於說 我們用上一集 講到俄虎戰爭 或者叫做普京侵污系列 如果我們用卜卦去理解 整個俄虎戰爭的結果 可能是一個事件性 短期 結果為主 然後決定 那個決定 未必是我們決定的 但實際上 這個決定 如果你說普京式占卜 你看到什麼掛像 會不會繼續打下去呢 還是馬上收皮呢 但如果是占星的話 其實我們要求的是一個 較為深入 甚至是一個 整傳少少的理解 比如說 發展 中長期 影響 或者理解整個 分析背後的原因 所以 很視乎 用家 甚至問的人 他自己想怎樣 而兩隻本身 並沒有一個 所謂高低 或者一個好 一個差 的分別 希望 可能是 華之石 或者是 comment line 都明白這個道理 下一條題目 這個也是剛才提過的題目 也很感謝他對於節目的肯定 他十分感謝王博士 深入淺出的分析 將中共和中華民共和國的聲本 因為這個正正是 無論是我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或者是很久之前都很想做這個分析的時候 我自己想著處理的方法 因為實際上 政權和政黨是一個互為內裡的關係 雖然我都明白 看這個節目的人 第一 未必對這個 詹姓 認識 未必有興趣 但他們都很想知道未來發生什麼事 所以 實際上 你看這個節目的時候 可能看 同一般的一些 YouTuber的節目 可能有些不同的地方 是真的要有興趣的話 想知道多些少少的話 是真的要做恐怖的 是真的要找些招待一看的 當然是說 我們講到所謂 中國共產黨盤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盤 其實是講的是兩個不同 內容 或者不同主題的盤 一個叫國運盤 國家盤 一個叫組織盤 政黨母親兩個組織 所以實際上 我們講國家盤和組織盤的時候 其實我們真的在看不同的東西 譬如說 我們講到國家 本來比較文官一點 可能講經濟 講到關於跟其他國家的關係 講到政府 講到人民 無論是講到不同的工位 或是不同的聲代 給他們意向 最主要的目的 其實是解釋一個政權的自律興趣 如果用回傳統中國的國度 如果講到政黨 很明顯是跟國家沒有一個好政治關係 純粹是看組織本身的發展 或者組織本身的優劣 而國情裡面 都可以看回領導 會員 財政 甚至我們會講到 組織裡面的一些對外形象等等 所以我們會說 國家盤和組織盤本身 其實大家針對的重點 也是不一樣的 好 好了 就 答問題的部分 到這裏 也都歡迎大家 是繼續 是透過這個節目下面的留言 是繼續留言 甚至是 提出問題 我們會適當時候 粗的問題也好 或者低的問題 可以值得探究也好 就會突然間 彈出來和大家解答 好了 當然今集大家都會留意到 就是說 我錄這個節目的時候 其實去到香港時間 去到星期日 就會見到一個叫做 2022年行政長官所謂選舉了 究竟我們透過這個選舉 當然這個選舉本身 很多的時事評論員 都已經對這個選舉 有很多的意見看法 亦都不是我們這個節目 會針對的範圍 但是從一個尖聲的角度 我們怎麼看回這個 2022年行政長官選舉 好了 如果我們把這個香港的本命盤 在裏面 和2022年行政長官所謂選舉 國語盤 作為外四邊的盤 這裡的盤 和我們共同的盤 就叫合盤 合盤的話 其實合盤的意思是 內四邊那個盤就是 受影響的對象 外面的盤就是 外面的能量 如何影響內四邊的人 或者是國家政權等等 大致上為了方便大家去看 左上面1到7點的部分 亦都在星盤裏面相關的部分 有適當的標示給大家 特別是一些熟悉占星學的朋友 是很即時透過那些數字 標示出來的一些工位或者行星 是方便大家插跑的 當然節目最主要是針對對星盤學不熟悉的朋友 所以亦都是針對在左手邊的一些解說 或者一些分析和大家理解 當然另一件事就是大家如何看整個選舉 當然如果我們回顧以往 或者現在由這個Modal Second Veterinary School 到這個少女殺手 到各方面 我們會說這個選舉似乎 都不是這個候選人自己去想 自己去思考 自己去組織安排的一些選舉活動 或是選舉宣傳 全部都是幕後 有一些非香港人去負責 處理一些工作的話 很明顯 無論你說是捧他也好 或者是玩狗去也好 亦都可以見到其實是一個北京編排的政治獸 那我是作為市民的 唯有就是當猴子戲 這樣看了 因為正正在第五公 和娛樂有關的一個部分 特別 你會那個月亮 就是 日文 然後也是私自組 所以可能今次香港市民 大部分都不能投票之餘 就唯有當觀眾是看猴子 演猴子戲 當然另一樣的就是 大家都會看回那些選委 你會看到在2 標説10億公告的部分 似乎你會看到 因為有命王星在 似乎選委會 一定會面對著一些 和命王星有關的主題 恐懼、恐嚇 甚至威嚇、控制各方面 甚至我們會說 因為命王星本身 是一個比較隱藏的星座 因為我們是說 和地底有關 所以我們都會相信 選委會成員 會面對著一些 此時而非 或者隱藏的恐嚇 或者控制 好了 當然 如果你看回剛剛 當日的行政上公選舉 就是剛剛在這個金牛座17度 看看第三個部分 剛剛是和這個月亮金牛是合相的 並不會代表 因為這樣的情況 是令到香港的狀況不會好 因為最大問題就是 你會看到在外面外圍 第三個部分 旁邊你會看到太陽之後 左邊就有天王星 亦是和突發、意外、極端有關的 甚至會說 天王星有另一個意思 也代表是冷漠 或者是疏尼的意思 所以政權壓住市民 亦是因為這樣 產生了一種冷漠感 當然也是 因為正正是你會看到大義工 天王星另一個能量 就是一些不穩 或者顛覆的狀態 一些經濟上面 如果大家看到香港現在的樓市 如果朋友移民 買不到房子 買不到房子 走不到 那你會看到 香港的經濟情況 實際上會是怎樣 你就算搶口一萬次 也不會有人理會你 好了 當然去到 你會看到 同時 你會看到 第一工的面 五次 你會看到 譬如說 和雙痛有關的可龍星 和本命盤的木星 呈現一個合相 亦會看到一種衝突 和意外的狀況出現 而亦會替 為那個制度 或者整個選舉制度 帶來一種 你會看到整個特首選舉 即是無辜市民 即是單一候選人 或者投選人 即是英文又不懂 中文又不懂 只會打打殺殺 只會做一個黑狗公 所以也是整個事件 或者選舉制度 是為市民帶來傷痛 甚至也會看到 在六個部分 你會看到十二綱 亦都有一些 譬如說 海王生 如果你說 跟政治有關的 在香港的狀況 就有一種 門騙 虛偽 造假的現象 因為這些現象 太明顯得 所以也是引來 一種外界關注 也都是 你會看到 在新聞裏 你會看到 在本面盤的海龍生 在第七公 亦都跟十二公的海王生 亦都呈現著一個 亦都可以稱為 普奧困難的 一個上位 所以 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會看到 那種虛假 或者說假象 是令到選民覺得 整個選舉 寧願去追姜濤 都不會追李家超 最後 到第七點 當然 你都會看到 這個關係上面 你會看到 這個 跟關係有關的 金星 剛剛是 扎著 這個上星點 在八人座 所以 你會看到 特別 如果你看到 這個 金星 在 八人座 其實 亦都代表 好聽一點 就是一種 叫做 競爭 但是 如果你說實際 這個情況就是衝突有關的關係 是真的放在上面 所以 關係上面 也有些對立 甚至有些衝突的能力 特別你會看到 因為在香港升本地本命攻 在第七攻 你會看到 有和衝突 暴力有關的 火星 在天平座 每個來說 就是說 我們會看到 整個選舉來說 基本上是一個 候選人和市民之間 對立的局面 總之來講 我們會講到 2022年特首選舉 作為過程來說 可以畫一場冷氣 控制 假象 相同 和會帶來動蕩 政治大迷信到這裏 多謝各位收看 亦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政治大迷信 或者甚至 香港猛的格子 香港insense 除之意外 亦都希望大家 能夠課金支持這個節目 令到這個節目 能夠不單止繼續繼續下去 亦都是作為一種 對主持 或者對這個節目 開發的 吵鬆 是一些鼓勵的 那 今天的時間到這裏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